1987年,正值团圆喜庆的拉巴结,国内一片祥和安宁的氛围 然而就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88位表情肃穆的热血青年纷纷咬破食指 用鲜血在洁白的纸布上洋洋洒洒写下五个大字 赶死罪必胜 这88位壮士所要奔赴的战场正是中越边境线上的167高地 在1979年对岳自卫反击战结束后 仍心有不甘的岳军还久久盘踞在中越边境线上 甚至还修建了各类防御攻势 配备大量的兵力武器以彻底控制中越边境上的高地优势 并屡屡骚扰侵犯我国边境的解放军战士 眼见岳军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军负责老山战役前线的兰州军区 决定再一次重拳出击,夺回167高地 经过兰州军区的审慎考虑 最终决定将此重任交给有着叶老虎团之城的47军1390二营四连 并将此次战斗命名为黑豹行动 此次黑豹行动的背景源于对岳自卫反击战之后 中越双方持续多年的老山争夺战 老山位于中越边境线上重要交通口岸 船头的西南方向5公里交界线处 在12号戒备到13号戒备的最高点上 老山具有十分显著的军事战略意义 借助着错综复杂的高地优势 北可看中国境内25公里范围之内的情况 难能辅越南境内27公里 能为军事侦察提供良好的监控视角 除此之外老山还是一个十分显著的交通地理要塞 他东通中越的重要交通口岸 西则直达中国云南腹地 因此老山地区对于守卫我国西南边境安全的决定性 作用不言而喻 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对岳自卫反击战 结束后不甘惨败的越南在解放军撤出越南境内不久 竟然直接派遣大量兵力占领了老山地区 不仅如此 这些越军还在老山修筑了大量错综复杂的防御攻势 并在周边布下了重重陷阱雷场 配置多种战斗火器 俨然做好了战山为王的打算 不仅如此 越军还借助老山的地理优势 不时在我国边境地区挑起冲突 对我国边境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和挑衅 面对越南的死灰复燃 自1984年起 我国多个军区对老山发起突袭 收复了老山和阴山多个高地 但是越南也并未善罢甘休 他们凭借着先前在老山地区设下的作战攻势 很快便对我军的老山阵地发起偷袭反托 给我军造成了惨重的伤亡 就这样 中越双方针对老山地区展开了数年的车轮争夺战 在此期间 中越双方军队 莫不誓死如归 殊死搏斗 无数的中国解放军战士 更是为了守护和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 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在老山地区的众多险要关塞里 又有这么一个167高地 它是老山战场的那拉地区之中 至关重要的敏感地带 167高地所在的那拉地区 是老山地区十分重要的制高点 具有显著的军事战略意义 而167高地则位于中越边境线上的汉阳和小青山之间 它紧贴中越边境的东方关卡 可直通中国境内 但是167高地东西南三个方向 都陷入了越军势力的重重保卫之中 给我国相关边境地区构成了极大威胁 不仅如此 越军还一直将167高地当作防御前线的门户 并在此地设置了重重火力和兵力 给我军收复167高地增加了阻碍 因此167高地之上爆发过 许多异常惨烈的争夺战役 早在1985年和1986年 我军的南京军区和济南京区 就分别攻克过167高地 但是因为167高地周围都被越军包围 越军很快就能支援反攻 所以我军难以长期占领167高地 每次攻克后只能将高地上的防御攻势破坏 就立即撤退 以避免出现大规模伤亡 直到1987年 越军再次凭借着167高地的优势 屡次对我军发起挑衅 于是兰州军区请令对167高地 实施一次彻底的军事打击 以夺回167高地 牛转老山争夺战的主动权 我军经过对167高地的一番侦察后 此地不宜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 更是以小分队潜行作战 于是夜老虎团的尖刀连 四连精心挑出了88位战士 负责此次突袭争夺167高地的黑豹行动 接到作战任务后 四连的88名精锐 迅速组成第一突击队和第二突击队 并进行了紧急针对训练 1月6日 在417团长和四连连长的主持下 战士们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 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赶死队的每一位战士都十分清楚 深入167高地的任务凶险之际 167高地 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下 设置有大小屯兵洞18个 还有各类轻击重枪 冲锋枪 火箭炮和火炮 在这样强大的防守力量下 167高地 俨然已经沦为了敌人的掌中之务 因此赶死队抢夺167高地 无异于是孤身入敌营 以寡敌多 不仅如此 双方一旦冲突爆发 必定还会引来 167高地附近敌人四面八方的围剿 在这样的情况下 赶死队的解放军战士的局面 就会极其被动 极有可能有去无回 但是这88名赶死队战士 并不畏惧前方道路的艰险恐怖 心怀着保家卫国信念的他们 选择无怨无悔 负重前 黑豹行动执行的当天凌晨 赶死队第一突击队的12名队员 趁着夜色掩护出发 前往167高地下方的1号洞和2号洞 并在此洞之中潜伏等待战机 以趁机突袭167高地4号去的敌人指挥所 虽然我军阵地距离167高地的1号洞 2号洞只有95米 但是期间的地势极其险峻岐 为了不打草惊蛇 第一队突击队队员只能匍匐前行 花费了将近两个半小时 才到达洞口之中 不过这两个小时的潜行 对于他们来说 只是一个开始 根据作战计划 第一突击队的12万人 要在洞中移动不动的潜伏 整长20多个小时 来配合大部队的进攻 在此期间 由于气候寒冷 洞穴潮湿 好几位战士都不幸感冒 为了不发出声响惊扰敌人 他们都紧紧咬住急救包里的三脚筋 将咳嗽和喷嚏等基本的生理反应 都硬生的憋了回去 而正在作战的战士们 也在凌晨趁机进入了既定作战区 并且开启了隐身模式 在凌冽的寒冬之中 等待战机 终于有一批越南士兵 来到了他们面前 但是经过连长的再三权衡 他们还是决定继续隐蔽 先不要贸然行动 此时的越军 似乎察觉到了不对劲 但是他们又拿不准 解放军战士所隐藏的位置 于是便用大炮向四周胡乱扫射 敌军这一开火 竟不幸地打伤了埋伏在洞口之中的 第一突击队队员 其中一名战士 西文华当场重伤身亡 其余队友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负伤 其中的董永安战士负伤的最为严重 他全身上下多处伤口流血不止 几乎要染红身下的泥土 即便如此 董永安还是紧咬牙关坚持了下去 队友坚状想为他包扎伤口 但是董永安出于不打草惊蛇的考量 还是轻声摆手拒绝了队友的好意 随之继续悄无声息地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伴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董永安战士最终也因失血过多 休克尔王赫然牺牲 而另外一位伤员李秋平也浮上累累 但是他仍然凭借着顽强的意志 坚持到了正式进攻开始 并强撑着意识 拿着推动机枪前行 拖出了长达60多米的血路 最终李秋平战士也因流血过多 体力不治而壮烈牺牲 此时正面战场已经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我军开始对岳方进行大规模炮轰 还没等炮轰完全结束 赶死队的战士们就立即行动起来 与敌军进行了正面交锋 与此同时潜伏在山洞之中 长达20小时的第一突击队队员 也立即朝岳军的藏兵洞那里 投掷手榴弹 并对洞中的敌军进行机枪扫射 但是令战士们没想到的是 岳军在二号洞的附近部署了一个暗哨 并以一挺机枪不断扫射我军战士 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下 我军突击队员伤亡惨重 就连执行爆破任务的马古福 也不幸被子弹击中腹部 连脏气都流了出来 即便如此 他还是选择忍住巨痛 向敌人的暗哨艰难的爬去 最后在马古福离敌人仅两三米之时 他一跃而起 拉响了爆破筒 将其丢入暗哨之中 并用胸膛将敌人死死堵在了爆破范围内 以防敌人逃离 爆破筒爆炸后 马古福随即壮烈牺牲 那五位暗哨之中的粤军也全被炸死 突击队得以继续向前推进 马古福的牺牲举动 极大的触动了网友 战士们纷纷喊着为他报仇 更加义无反顾的向敌军杀去 经过一番血战 我军最后成功的刑杀了敌军 并占领了167高地 取得了最终胜利 至此 88名赶死队员 只剩下8名完好无损 这样的惨况 何其是触目惊心 增援部队到来之后 看见如此激烈的阵地场景 无不留下热泪 其中一名战士身负重伤 命不久矣 连长忙问战士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这位虚弱的战士 已经难以开口 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只连声嘟囔着26句 娘 娘 便饱含热泪的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而他再也无法见到 自己心心念念的母亲 致敬这些 为国捐躯的黑豹行动队队员 没有他们的牺牲 就没有如今 中越边境山上的和平 我会想到她的 对 你 我会想到她的 你 我会想到她的 是 你 我会想到她的 你 我会想到她的